上次说到犹太人对于逆境的看法与众不同 他们认为人生其实就是逆境的组合 那么我们如果要面对逆境就要抱持着希望 而且要相信只要自己能够 就一定能够突破逆境 找到何路 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有许许多多的规则 他们吃个饭 喝个水 买个东西 都有许许多多的规则 那么这些规则会不会造成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 和生活当中的逆境呢 我想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笑话 这个笑话是有关于安息日的 安息日呢 是犹太人一个特殊的一个生活的习惯 你只要能是住在这个犹太的社区当中 多多少少都要遵守安息日的规定 那么安息日的规定是怎么样呢 每个星期五的日落以后 一直到星期六的日落以后 那这一段时间呢 都不能动火 那唯一能动火的时候呢 是什么呢 是在安息日之前呢 点一根蜡烛 那么在这一段24小时的时间 接近24小时的时间呢 你必须单独的 或是跟家人的 单单的去享受这样休息 而且呢 和上帝在一起的宁静的美感 那我觉得这个生活习惯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效法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其实现在的资讯已经过度泛滥 甚至对我们来说造成一些压力 如果你每个星期都能够抽出一天 断绝看电视 断绝网络 断绝看一些社会上的新闻 那么安安静静的自己读点书 听点音乐 在24小时里面 其实对自己的心理建设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如果有可能的话呢 我也希望能 各位朋友呢 都能够每个礼拜 至少抽出一段时间 断绝网络 断绝电视新闻 断绝各式各样的媒体 甚至呢 断绝一些 对自己思想有毒的讯息 好 那么我们还是回来谈一下 这个安息日呢 能不能做生意呢 当然 从犹太人的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 告诉我们说 安息日是不可以做生意的 所以这边就有个笑话 这个规则要怎么样去突破呢 这个笑话是这样讲的 那么 有一个商人呢 他在安息日啊 他就做生意 结果呢 因为大家都没有人做生意 那只有他这一家商店呢 开了门 做生意 所以呢 就生意非常好 这个拉比呢 这个教区的拉比 也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宗教的领袖 听到了这个讯息以后 就在会堂上大声的刺客 大声的骂这个商人 不守教规 然后不遵守犹太人的本分 哇 骂得非常非常的凶 好了 骂完了以后呢 这个商人呢 偷偷摸摸地送了一大袋钱 给这个拉比 那么第二个礼拜 这个商人呢 又开门做生意了 那么拉比呢 因为上个礼拜呢 又收到钱 所以呢 对于这件事呢 就骂得比较轻 然后骂得比较少 因为呢 拉比认为说 这一次呢 我只要呢 轻松一点 骂得少一点 骂得和缓一点 说不定我能够 可以收到更多的银子 那结果呢 聚会结束以后 这个拉比呢 却一个子都没收到 拉比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就叫了这个商人 过来问 他说呢 上个礼拜 我大声地斥责你 违反教规 结果你送我一大袋钱 那么这个礼拜 我只不过低估了两句 你反而一毛钱 都没有给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你喜欢被骂吗 这个商人就说了 拉比啊 你不知道 当你大声斥责 我违反教规 在安息日的时候 开门做生意 你这样的大声责骂 这么严厉的责骂 让我的同业呢 看到了以后呢 都吓到了 他们想说 如果我也在安息日 开门做生意 那么这样的话 我也会受到 拉比的斥责 所以呢 您的斥责 倒是呢 排除了我商业上的竞争 所以我应该送 一大袋钱给你 那么第二个礼拜呢 您就这么 低估了两句 这样呢 会让我的同业认为 安息日呢 开门做生意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因为拉比呢 就低估了两句而已 那么在 也许在下个礼拜 我也可以跟 我的竞争对手一样 我也看能做生意 我也赚点钱 所以呢 所以呢 当你低低咕咕的 轻轻的责骂我的时候 我当然 不愿意把一毛钱给你了 好 说到这边呢 大家能够明白了吗 所以呢 犹太人对于逆境 对于规则 其实都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深信 不管是逆境 不管是规则 只要自己能够 好好的去思考 那么一定会有活路 一定会有出路 一定会有更好的选择 好了 我希望今天这个小故事呢 能够给大家一点点 生活上的启示 面对逆境 我们要想方设法的来克服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回见了您